大舟 看电影 本期来看一部荣获2002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 最佳编剧 充满了各种黑色幽默 一颗跳雷就把战争的荒谬雄表达的淋漓尽致的电影《无主之地》 这是发生在薄黑战争期间的一个故事 暮色中 一队波斯尼亚士兵正在前线执行侦查任务 在夜色和浓雾的笼罩下 他们被困在原地无法继续行进 于是他们决定原地休息等天亮再出发 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众人睁开了双眼 他们环顾四周顿时傻了眼 原来他们竟然闯进了塞尔维亚的前沿阵地 很显然 对面的塞尔维亚士兵也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 就在这帮波斯尼亚士兵错愕之际 塞尔维亚士兵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这场遭遇战打得波斯尼亚士兵措手不及 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塞尔维亚长官派一个老兵带着新兵光头清理战场 而几乎全军覆没的波斯尼亚侦察兵中 有一个叫大柱的士兵侥幸活了下来 肩部中弹的大柱仓皇躲进防炮洞中隐藏身形 他发现这处战壕离塞尔维亚军队太近了 对附近地形不熟的他只能暂时在此躲避 很快 塞尔维亚的老兵和新兵俩人悄悄摸了过来 听见动静的大柱连往躲进防炮洞之中 一番检查之后 就见老兵先是拿出一颗跳雷 然后将它放在一具尸体下面 并拉开了地雷的引线 一旦有人翻动这具尸体 跳雷就会爆炸 方圆50码之内 任何东西都将被摧毁 刚做完这一切 警觉的新兵大光头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刚刚放在这里的一把枪不见了 老兵心中已经暗道不好 这里还有敌人 他连忙俯身去捡地上的枪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大柱突然冲出来向二人开枪 老兵被当场打死 光头新兵则腹部中枪倒地 看到在地上挣扎的光头 大柱没有补枪 他强迫光头穿着短裤晃着白旗 在阵地上方走来走去 交战双方视频现状 都不能确定这个穿短裤的家伙 到底是属于哪一边 因此纷纷向上级汇报此事 出于安全考虑 塞尔维亚长官决定 向其开炮 管他是谁 先轰他几炮再说 大柱跟光头被吓得连忙躲回防炮洞 随后在洞中 二人发生了争吵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首先发动的战争 最后被逼极乐的大柱 愤怒用枪指光头问 到底是谁发动的战争 面对着黑居居的枪口 光头只得极不情愿地回答 是我们 轰炸结束之后 二人走出防炮洞 就在这时 那个躺在跳链上的尸体 竟然活了过来 原来这个叫铁子的波斯尼亚士兵 并没有死 之前他只是受伤 晕了过去 大柱见战友铁子没死 显得异常激动 联盟过去查看他的身体状况 随即 大柱要求光头拆掉铁子身下的跳雷 光头联盟摇头表示 自己是新兵 根本不会拆雷 如果强行拆的话 大家都得死 之后 大柱和光头分别托取军装 一边挥舞着白旗 一边又蹦又跳 这么一折腾 双方的士兵终于发现 这两个二傻子中 有一个是自己人 但这种情况下 谁都不敢过去营救 于是 双方决定请联合国维和部队出马 很快 战场附近的法国维和部队抵达现场 大柱和光头高兴极了 这下救兵来了 维和中士马尔上了解了现场情况之后 决定先找一个拆弹专家过来 但就在他呼叫总部时 却得到了上级让他立即返程的命令 在走之前 中士表示 他可以带着大柱跟光头二人一起离开 大柱不愿意抛下战友 所以拒绝离开 但同时他也表示 光头也得留在这里 因为一旦光头安全离开 他的军队就会毫无顾忌地再次向这里开炮 为了阻止光头离开 大柱照光头的腿就是一枪 无奈之下 维和部队只得独自离去 行至途中 部队的装甲车被一个环球新闻媒体拦截 该媒体女记者先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 他想知道维和部队拒绝营救被困士兵的具体原因 因为此前他们已经监听了中士与总部的通话内容 这媒体是真牛奔 维和部队军方的通讯都敢监听 女记者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士的上司 如果不能给出解释 他就将这个新闻曝光出去 上司一下子就怂了 他立即安排了拆弹专家赶到现场拆雷救人 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着媒体的力量 经过一番检查 拆弹专家确认这种雷拆不了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任何人能将他拆掉 也就是说 躺着这哥们死定了 就在这时 维和部队方面的上校 也带着漂亮女秘书乘坐直升机抵达了现场 上校为了彰显自己的人道精神和领导能力 向媒体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套皇 然后欺负现场查看情况 见拆弹专家都拆不了这个雷 上校为了掩人耳目 不让记者得知实情 他要求拆弹专家返回战壕 假装拆弹救人 而面对媒体 他却谎称 拆弹专家正在工作 很快就能救下被困的士兵 借以吸引所有媒体的目光和注意力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之时 大猪又抽风了 他拿出手枪对着人群抱怨说 你们这些记者整天就知道啪啪啪 利用我们的苦难 你们赚了不少钱吧 危急时刻光头也不示弱 他快速从身前士兵的腰间 拔出手枪对准大猪 大猪见状 对着光头就直接扣动了扳机 而维和士兵见大猪开枪 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也开枪射向大猪 眨眼间大猪跟光头两人 双双倒地毕业 见事已至此 上校向媒体宣布 拆弹专家已经成功拆除了地雷 那个霍绝的波斯尼亚人 现在身体状况很差 必须马上送医 之后有什么新的情况 再向媒体通报 这话说的合情合理没毛病 在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上校的话 除了忠斥马尔商 他独自来到镇前 发现帖子根本就没被救出来 原来上校派人随便找了具尸体 就蒙混过了关 夕阳夕下 所有人 所有车辆都陆续撤离 只有帖子一个人 孤零零地躺在战壕中 陪伴他的 只有身下那颗足以将他粉身碎骨的跳雷 他静静地迎接着黑夜和死亡的降临 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 没有炮火的轰鸣 也没有玩煽情 没玩反转的套路 有的只是种族间的矛盾和人性的缺失 顾全大局的维和部队上级 漠视了善恶美丑 珍惜每一条生命 也许只是冠冕堂皇 讨好外界的虚假谎言 影前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上 反而更多的突出一种无力感 虽然每个角色的人物 都曾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他们的努力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真正能解决争端的 不是其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 也许只有冲突双方的互相谅解 才是最好的解决途径 好了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 我是大舟 咱们下期再见